二战时最让日军害怕的大国 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战争 也是人类史上的一场空前的灾难 整个二战期间 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 十七亿人口被卷入这场浩劫之中 据相关统计 因二战而死亡的人口多达五千万人 经济损失也十分重大 除去上文所提到的这些有形的伤害之外 世界大战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心灵的损伤 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讲 八年抗战不仅仅意味着国破家亡 亲人离散 这一时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严重受阻 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 而在今天 寻求合作 追求和平 已经成为了战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 我们今天要介绍两个在二战中非常疯狂的国家 他们四处惹是生非到处碰死 这里 两个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 首先德国本身的军事实力就非常强大 二战期间 德国成为了整个欧亚大陆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 它几乎打跑了整个欧洲国家 另一个在二战期间非常放肆的国家就是日本 二战期间 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 在中国的土地上四亿万雷 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我们都知道 日本虽然国土面积狭小 却有着很大的野心 1937年7月7日 日本发动了七级事变 甚至还提出要在三个月之内消灭中国 称霸西太平洋 日本人除了在东南亚四亿万为外 甚至还挑衅美国 然而二战期间 却有这样一个国家 连日本人都不敢招惹 这个国家就是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堪称是二战时 最让日军害怕的大国 虽然日本和澳大利亚没有过节 但这两个国家却打过一场硬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澳大利亚一直追随英国 英国仇是谁 澳大利亚就仇是谁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澳大利亚还曾跟随英国一起来到中国抢掠财宝 只不过 那时的澳大利亚还没有获得独立 仍旧是英国的殖民地 之后的很多战争里都有澳大利亚的参与 澳大利亚也因此兵力受损 实际上 澳大利亚和这些国家无仇无怨 之所以入侵别国 完全是因为追随英国 但日本就不一样了 二战期间 日本霸占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岛 惹目了澳大利亚 要知道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 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后来被交付给澳大利亚管理 要说日本人平时四处横行霸道 为何到了澳大利亚这里就怂了呢 说起日本人的恶行 我们并不陌生 相较日本 澳大利亚完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澳大利亚实行一冷血政策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杀 无论是兵 俘虏 一律杀光殆尽 在这场争夺战中 二十万日军仅存活两万 由此也可以看出 澳大利亚军队的血腥与残忍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有很多的地洞 这些地洞一方面 可以为日本士兵提供阴凉 另一方面 也可以在战争中用来掩蔽 而聪明的澳大利亚人 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地洞 他们向地洞中喷火 将日本士兵活活烧死 时间久了 日本军队中出现了物资紧缺的现象 日本士兵被困在地洞中 又累又困 又饿又渴 甚至还出现了吃人的情况 所有参加过新几内亚战争的日军幸存者 提起这段是仍旧心惊肉跳 他们做梦都会梦到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